大家好,我是Stan 在韩国创造出通俗队 引起公分的女团50-50 在今年6月19号 向法院提出了专属合约终止申请 但是8月28号 首尔法院驳回了这个申请 也就是说 50-50提出的专属合约终止理由 未履行清算义务 或是健康保护义务 支援不足三个主张 一个都没有被法院认可 首先对于未履行清算义务 法院表示 有关未履行清算义务 50方表示 所属公司故意漏掉了因缘收入 实际上去年4月的结算单 显示因缘收入为零 然而这个错误是 外包公司TOKI BOS的会计所犯的 因此这很难断定 所属公司违反了清算资料提供义务 以及破坏了信任关系 然后对于忽视健康保护义务 法院表示 不能因为TOKI BOS 不再担当管理业务为理由 就判断所属公司违反了专属合约 况且在提出合约终止之前 一次都没有向公司提出任何意见 在成员因动手术停止活动后 突然通报了合约终止 法院最后表示 由于此次申请没有正当理由 因此全部驳回 也就是说 50-50无法离开所属公司 而且目前为止的诉讼费用 也要由他们自己承担 而对于法院的判决 50-50的法律代理人表示 与成员们商量后 再决定是否提起上诉 所属公司全代表则是向媒体表示 这两个月来 每一天都感到非常痛苦 看到被驳回的判决后 至少我的冤枉被认可了 之后我将与律师讨论 集中精力处理 Dogibus的刑事诉讼 最重要的是 还是希望成员们回来 先不管50-50 成员们再喊我的形象怎么样 我个人觉得 真的不应该让他们回来 要不然以后 中小经纪公司培养一个idol 稍微有一点知名度 不就都要提出专属合约终止 成功了就以更好的条件 去别的公司 失败了就再回来 就好像没发生什么事一样 我们来看一下 韩国网友们的反应 应该是为了影响判决 故意调整了 可可小的播放日期 结果完全完蛋了 365天努力工作 还老板的钱吧 怎么想都觉得活该 代表他们都说 不想回来了 虽然能理解您的立场 但回来了 也不能跟之前一样活动 他们已经超过 能够理解的底线了 站在代表的立场来看 他们回来的话 最起码能够回收一些 虽然国内形象完全烂调 但为了回本 会努力进行海外活动的 公司一开始让他们回来 说是被外部势力 给骗了的时候 回来的话 大家也不会这么不领情的 但是现在已经走得太远了 之前 从生眼的合约终止 也被驳回了 问题是在被驳回之后 从生眼向法院提出了 娱乐活动干扰禁止请求 而这个请求 被法院接受了 这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因为诉讼 需要花费很长时间 虽然临时处分被驳回 但诉讼并未被驳回 所以要求在这段时间内 允许继续从事娱乐活动 在这个请求通过后 从生眼就在没有 所属公司干涉的情况下 进行了个人活动 最终经过漫长的诉讼后 所属公司最终解除了 与从生眼的合约 而Fifty Fifty方 尝试注册商标 安桑也抢夺版权 应该都是已经 事先考虑并准备的计划 所以事实上 真的战争 现在才是开始 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 希望法院能再次不回 防止这种事情再次发生 所以对于首尔法院 驳回了Fifty Fifty的 合约终止申请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